我們現在講解的是101頁 等角圖上面的橢圓 等角圖上面的橢圓 基本上有兩種畫法 一種是用橢圓板去畫橢圓 另外一種是用圓規去畫橢圓 橢圓板上面基本上 它從2一直到60 如果上面有的號碼 我建議都用橢圓板來畫 所以橢圓板這邊 它都有數字 可是它是用打圖打凹 建議同學 直接在這上面寫上號碼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去 找到我們要用的尺寸 所以 老師這邊還沒有寫 所以同學要特別注意 再來就是 橢圓板上面基本上 每一個橢圓板上面 都會有 八條線 老師示範一下 它這裡有一條線 這裡有一條線 這裡有一條線 這裡有 所以相對的它有八條線 其實我們比較常用的線 就是這兩條線 這兩條線基本上就是 我們等角線的線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也是等角線的線 所以這一條線就是 我們在 有時候我們在等角圖的時候 橢圓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個圓心是朝上的 如果等角圖是 我們畫的橢圓是在這裡的時候 這一條垂直線就是朝這一邊 好 所以這一個 這樣子的時候 這一個 垂直線就是朝這一邊 好 所以這一條線 基本上是在對 那個我們橢圓要朝的方向 好 那這邊 這一條線是 在畫柱狀 的時候 基本上底下 其實只要畫一半 一半的位置就是這個水平的位置 這裡就可以接起來 所以這四條線 這八條線的用法是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 橢圓板要怎麼用 橢圓板在畫的時候 基本上有兩種方式在畫 好 第一種方式就是 如果是柱狀的 老師先示範一下 如果我要畫一個 直徑 40 高 50 好了 好 的一個圓柱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垂直線 先找 好 老師用60 40 50 剛才說50 好 這個定義出來之後 把等角線畫上去 好 我這不夠長 沒關係 等一下再 畫 好 再來 齁 再往上 好 所以把這個 這兩個 等角線畫上去之後 好 我們就找40的 好 這個是40的橢圓 記住喔 這40是直徑喔 這上面的數字是直徑 好 我們就把這 好 好 這四條線 好 跟這個 等角線 重合 一定要重合喔 齁 重合了之後 直接畫上去 好 好 再來往下 好 重合了 現在只要畫到中間就好了喔 只要畫到中間 這個水平的位置 好了 之後就可以把它接起來 好 其實這兩條線 就是這個圓 這兩個橢圓的切線 好 所以為什麼只畫到一半 好 這個切線 剛好就切在一半的位置 好 所以這樣子 就可以畫出 那個 圓柱 好 所以這是第一種畫法 好 啊 第一種畫法是 如果 我是要畫一個 二分之一圓 好 比如老師要畫一個 像這樣子 這裡接個二分之一圓 好 比如這裡是四十 好 這裡是四十 比如這裡是 二十五 好 所以這個 基本上在 我只要知道這兩點的 相關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我很快速的 先把這裡畫出來 先把這裡畫出來 齁 所以一樣 我們就 這邊 齁 是這一個嗎 好 二十五 好 二十五 沒有跑掉 二十五 把它轉過來 好 我這裡要取四十 好 因為這個刻度不是在整數 好 所以我平移一下 所以四十在這裡 好 這邊畫出來 所以這邊也是二十五 好 如果我已經知道這兩個接點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拿四十的橢圓 好 所以這裡接 好 這裡就跟它碰觸到 再把它接起來 好 只要畫到這裡到這裡 就可以把這個 這裡接成這樣子 好 老師 因為這個筆比較粗 所以比較 稍微還要對一下 其實我們在畫 字圖的時候 應該是先 先圓弧 後直線 所以 這裡其實可以先畫 輔蘇線等 確定了之後 再來畫完成線 好 老師 再示範一次 如果我要畫一個 像這樣子 是 這個圓 是朝向這邊的 是朝向這邊的 啊 我這次畫四分之一圓 喔 老師現在是畫四分之一圓 好 比如這個是 30 好了 這裡是30 這邊 是15 好了 15 好 我現在來畫這個 四分之一圓 好 齁 好 來 一樣 第一個步驟 齁 第一個步驟 先把 這個等角線先畫出來 所以這裡 30 好 老師先用 比較細的筆去畫齁 30 這裡15 好 一樣 我稍微 挪動一下 對一下 好 所以我要對的點 其實就是這兩個點 齁 找60 的 現在找60 60是這一個 所以這個垂直線 我剛才說 這個垂直線是 這個圓 它對的 它要對的方向 所以它現在是朝向這一邊 所以這個是變成這樣子 好 所以四分之一圓 好 所以你可以看 這條線在這裡 好 另外一條線在這裡 好 所以我剛才這裡錯了齁 這不是接到這裡 是這一點 要接到這一邊 所以這邊 30也要畫出來 好 因為它是接到這一個點 好 這裡是30 好 有沒有 所以四分之一圓是這裡 所以老師剛才這裡沒有要注意到 好 所以你看這一條線在這裡 這一條線 好 在這裡 好 所以它是 這條線 這一個點 跟這一個點 老師剛才講 要接這裡 嘛 所以就是接這一個 好 所以這樣子把它畫過來 好 如果同學不大會 對的時候 有的同學 怎麼對都對不起來 好 老師建議你 把這個橢圓 好 我們正常來講 我們橢圓都是 畫這樣子 好 接這邊 好 所以我建議你把 你的紙張 翻成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不動了 這個東西就不動了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就是 30度角 30度角 那兩條線 好 所以我這樣子接過來 就可以把它接得很準 好 所以如果我完成線 先橢圓嘛 欸 先圓弧嘛 先圓弧 好 再來接直線 這樣 接起來就會很漂亮 好 所以製圖的 原則是先圓弧 後直線 好 所以像這樣子 就可以畫出 我這樣子 呃 四分之一圓 好 好 所以這個是 我們 用橢圓板 在畫橢圓的時候 是用這樣子的方法 再來